老太太带着六个孩子还要管全胡同街坊四邻的职业会主任的工作 他能坚强的走到今天 他就有拼搏的经验 生活再困难 孩子再有病 家里再没钱 我也得把街道工作完成了 我也得保护这片老百姓 这句话也是送给各位 有妈在 人生还有归途 没妈在 人生只剩归宿 大家好 我是北平秋天的美好 何奶奶年轻的时候呢 拉出六个孩子 真是吃了很多的苦 现在不同了 孩子们都起来了 而且非常的孝顺 孩子们成了何奶奶的银行 可是现在幸福了呀 孩子们都起来了 每一个都很好 现在享受了 您现在享受了吧 现在享受了 孩子们都特别孝顺 等于孩子们老是轮流看您来 对 那个何奶奶说了 现在享福了 太享福了 孩子们特别好 都给您钱吧 都给钱 您这钱也花不完呀 不用多改 一人一千多年就六千 你看多好 那给两千块钱 他们跟着他过的这个合作卷 今天不透气去了吗 他这个病了 花钱 他跟那个媳妇在这照顾着 所以这钱 他们也照顾他的大哥 也给他们 给我妈两千块钱 你像每个人都给两千块钱 大哥透气呢 也还要给老人钱 他就在这 他媳妇给他们做饭 他就经常住院抢救 花费特别大 所以我觉得姐妹姐妹特别团结 真是太 钱也都给他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说的 人家老人以身作则做得好 然后才儿女才好 没怨言都是那个什么 都是替大家互相都替别人着想 人都说少年要是特别享福 青年时代 老了就受苦 从小受苦到老了就有福 已经都说福或相依的 从这个家庭里就看得出来 看出来了 前年来 去年来 戴着金耳环 好一个金戒指 搭金链 穿哪个 这能戴着这个金链 他对面都戴着 身体还是弱的 他觉得个头好戴着 他就不想戴了 其实都有 都收起来了 金手都收起来了 金耳环都不戴了 就剩一个镯子了 这还戴着 这都不想戴了 我说你戴着吧 戴着是保兴健康的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 他认识一位活佛 这个对他的生命 是一个重要人物 在他老年当中 是一个重要人物 对 活佛是藏传法王 就是我那个姨小丁妹 她跟那活佛非常有关 然后就上我们家来了 就跟我妈老家吃的头 回来了 就是小妹小弟妹认识的 她跟那活佛 我们也都特别欢喜了 然后就来了跟我妈 看我妈也特别高兴了 跟我妈也特别亲近 这是跟佛有缘吗 都是善良吗 就是有那个善缘吗 这经理说的 天行见 君子以自强不息 老太太 带着六个孩子 还要管全胡同 街坊四邻的 军会主任的工作 另外一个 我也保护我这些孩子 我疼别的孩子 就是保护我的孩子 所以 她这个自强不息的精神 就造成了 帝氏昆 君子以后德 财务 对吧 所以家里就富强起来了 孩子就顺利成长 六个孩子之间没打过架 他们和京四邻 更没打过架 就一家的善良 就铸造了这家人 茁壮的成长 通过他们的拼搏努力 都在各条岗位上 包括那谁 是吧 何一珠 都是街道办事处的干部 是吧 他们做事做的这么好 现在每月这六个孩子 每人都给老太太 两千块钱 而且呢 有病也守着老太太 等于在老太太面前 还是 河南的是第一位的 她那个 咱们小卷同志 再有病 再去透析 也是她心中 也是把她母亲 放在最高处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一家人 就是在中国这个 是吧 传统文化 熏陶下 非常善良的 拼搏的 友好的 和睦的 这么一个大家庭 也是代表白打四下 是吧 这么一个非常优秀的家庭 从他们身上 我们可以学到 很多很多的东西 可以误出很多很多的道理 就是家和万事性的 那个何奶奶啊 健康长寿 好好活着 好 您好好活着 您给我们带来福分 祝何奶奶身体健康 每天开心 天天开心 再把金尔环金店都带起来 显得这个家 你看尤其那何影 最终 和睦大家庭 你看我们家就是这样 我们家亲戚也非常多 但是呢 包括我父亲那一辈 包括我妈那一辈 我大爷我大爷 全都没了 就不就这么一个老人了 就这么一个老人 我老说一句话 这句话也是送给周围 有妈在 人生还有归途 没妈在 人生只剩归途 家有一老 就是一宝 母亲在 人生还有归途 母亲不在了 人生只剩下漂泊 祝愿何奶奶健康长寿 也祝愿屏幕前的您 拥有一个和睦幸福的家庭 感谢您的点赞 关注 下期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